所以其實我們這些範例都是在解決你生活上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其實都每個其實 招數差不了多少 大概 你也不用無中生有 就是說你可以先觀察說 你要做的這件事情 應該寫什麼程式嗎 那再去把範圍確定 執行之後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那再來需不需要有一個介面可以讓使用者使用 如果你自己使用 直接執行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需要給使用者 或者給一些其他的比如老闆要用的話 那你就要把畫面做漂亮一點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股市執行之後的話呢 這個地方我希望可以把顏色加上去 或者是其他地方 你希望變顏色 然後呢或者是說其他像買進賣出 某個地方要加粗體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們就以那個換顏色的部分來看 假設我今天呢 疊的部分就是綠色 長的部分就是紅色 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個 你只要怎麼判斷這個G藍就可以了 不需要跑 不需要跑那個全部的藍 就是G藍 然後從頭到尾 基本上可以從G2的儲存格往下找 看是有幾列 然後範圍確定之後的話 再來判斷什麼呢 如果這個前面的這個字 其實它是一個字源 前面這個字源如果是向下的符號 那這個儲存格我就把它變成綠色的 如果是向上的 就把這個儲存格變成紅色的字就好 不是底色 字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地方不會太困難 那道理都差不多 因為時間比較少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 基本上這個地方 我賺錢的哪些地方 這個是股市的 這個 我名稱叫做股市 一樣你可以在模組裡面插入一個程序 然後呢 我的範圍是4 回圈就是 I等於2第二列到G2的最下面 這個應該沒問題 然後next 再來就是判斷裡面的if 那我要判斷第一個字就是laps laps裡面的話就是說 根據什麼呢 cell I的話就是第幾列對不對 然後居然的第一個字 e laps 就是第一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 這個是一個字元 你可以從畫面上複製貼上 也可以複製貼過來 或者是你在那個 插入符號裡面也可以找到 那 then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把它點 把它select 然後selection 的一個color 如果要變成綠色的話 就是rgb 瓜糊的話就是0255 0 那反字的話 向上 就是紅色的 所以這個地方 else if 或者其實你可以 其實反正else 那因為我們else if 除了這兩個字外還有0 那我就判斷的話就用else if 如果是最左邊的那個字是向上 那我就給它顏色的話就rgb 然後r425 0 就表示這個是一個紅色的字 所以我要執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地方就會根據我設定的格式加上去 那當然各位可以再參考一下 就是說那個我們剛剛的那個 記得用IE瀏覽器 如果你用Chrome瀏覽器 就不行 因為 Excel的那個網頁核心是IE 並不是Chrome 因為 Microsoft 它用的是這一套東西 它不可能去用Chrome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 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加進來之後的話呢 那各位可以再比對一下 比如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類似這個格式 因為我匯入之後的話 沒辦法匯入格式 它只能匯入資料